提醒你会吃培根吗 不过我们告诉你了 这个培根呢 它其实完全不是肉 它是这个透过高温加工之后的 这样子叫做加工品 并且呢 一条就有半汤匙的油 还有当中的是亚硝酸 其实吃了对身体有害 培根放上煎台 边边微微焦脆 再搭配荷包蛋 培根蛋饼或吐司早餐 很常吃 培根肉卷包葱式炒肉 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焦香酥脆口感最对味 但营养师说培根是油不是肉 早餐的时候 妈妈就会搭配吐司 让我们一起吃 然后对它一项就是 有点油腻腻的 它就是加工食品啊 不是不喜欢肉 我比较喜欢原始的东西 培根经化学加工制成 被归类为加工调理食品 更不是优质蛋白质 培根脂肪组成堪比油脂 培根它最原始的话 它是从猪肉里面的三层肉 然后可能经过一些高温加工的方式 所以它是属于就是高油脂的加工肉品 一条大概20克到25克左右的这个量的话 大概有将近7克的油脂 那7克就是大概是我们一般喝汤匙的那个汤匙 大概是一半左右 国外研究每天食用50公克的加工肉品 换算大约两条培根 罹患大肠癌几率增加18% 加工肉品都有风险 像是吐司常用的火腿和腊肉香肠等等 都属于加工食品 有一些可能在制造过程里面 它为了让它第一个就是说 保持这个颜色漂亮 然后另外就是抑菌的功能 抑制那个菌的功能 所以它会加一些亚硝酸盐 那亚硝酸盐呢跟食物中里面 比如说像胺类的去做一个结合的话 那会产生所谓的亚硝胺 因为亚硝胺确实是所谓的致癌物质 营养师建议民众加工肉品 油脂都很高 选择食物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优先